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8月9日,星期二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見今天是低開了,低開了一點,然後曾經跌過下去 看見今天的走勢,低開之後跌過下去,然後就彈上去 接著彈了接近400點,然後就做上去這個浪的回圖,應該是多於0.618 這裏彈上去的就比較像5浪結構 所以這裏應該是對應它的調整,這裏上去應該是1浪,這裏是2浪,應該是3浪 這裏應該是大一個級別的2浪,應該是不應該跌穿的 稍後會有個3浪3 如果這個位置跌穿的話會是走什麼浪呢? 因為這裡也像是一個調整浪的結構 所以反彈再下那個如果真的會跌再跌穿應該都是那個平台浪A B C 但是這個位置也未必會跌穿 因為平台浪也好就算是走平台浪 這個位置只要是跌完5個浪 而又未必跌穿這個底 都是可以完成平台浪C 在這位置上去 當然如果跌穿這個位置 變數就會增加了 沒有跌穿還是有機會 現在是走平台浪1 三浪2 會出平台浪3 看看這個現貨圖 現貨圖看到小時圖 是回了一半 這裡是一浪上去 接著就回了一半 50% 所以留意著現貨圖 參考數量都大 因為譬如是場外指數 即是IG 它是會走得比較多 因為它的開市時間很久 所以這裡走下來 調整浪的時間很長 因為它時間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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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也要走回 因為期貨 其實要走回現貨 即是現貨 它也沒有回到一半 所以就要是 有機會回到一半 所以未回到一半 之前 都是有機會去到這個位 所以就要 期貨 都要遷就回現貨 現貨調整不足夠 那期貨還是可以下 這樣 要留意一點點 看到現貨也是回了一半 所以這裡應該就會是 一二浪 就開始 三浪 如果這個二浪底 沒有再跌穿 可以量度一下 三浪有機會去到哪裏 三浪可以去到21,099 1.618 這個就是現貨圖 所以就要留意著 當然首先要留意著 二萬多626 這個位 站得穩 應該是去 1.618 這個位 看一看 Patreon分享的圖 這裏是4小時圖 看到這裏是4小時圖 看到這裏是4小時圖 看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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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市的時候 看到這裏是未回過一半 還有是 短線看到這裏的MA 例如小時圖 那些MA 都是比較像是 還有 還有少少空間 所以應該都是 還有 都要留意到 現貨 現貨 它都未回到一半 這裏 即是它都未回到一半 所以就 剛剛說的問題 就是它應該的 期貨 都要 帶現貨 去一半 那些位 再加上 其實這個 場外之數 它都未回到一半 它之前都未回到一半 所以 SX浪 沒有升穿 所以 就還有一個 下 最後 下多一下 去到 50%至0.618 中間 這些位 在這裏上去 看看這裏 即時圖 看到即時圖 就是 看到這兩個 都未回到一半 的位置 就是 看到這兩個 都未回到一半 的位置 所以 就要是 看到它四小時圖 亦都要 要 收仔 那條 13mm 即是 那條13mm 壓住它 壓到它 要回到一半 這樣才是 可以 調整足夠 那 看到它 下面的 那條 34mm 就算 跌了 上來 它 也是 不斷 守住這條 MA 這點 都比較 利好 暫時 都未 失守過 看到 下面那條 34mm 一直都是 托著 都未失守過 就算 今天上了 一浪 二浪 二浪 最低位 亦都是 支持 這條 看看 期貨圖 期貨圖 看到日線圖 這裏 就是 擴張平台浪 就是擴張平台浪 就是擴張平台浪 A B 走完調整浪 之後 就應該走回升浪 所以這裏 就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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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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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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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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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應該是一個WYZ WYZ之後通常都是兩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調整浪緣了,因為調整浪最多是三層 會升穿這個頂頂,所以現在有機會是走1,2,3,4,5 第二個可能是加起來是一個平台浪的A 所以這裏就會彈70%,如果是平台浪B就會彈70% 它現在已經到了70%以上的位置 平台浪C可以不穿A也可以 穿或不穿都可以 所以如果這裏跌下來是一個5浪的結構 有機會平台浪A,B,C也會在這裏上去 即是無論是兩個看法,這裏是1,2浪 會向上,或者平台浪在這些位置結束 都是向上,所以現在的看法都是比較理好 但如果一穿這裏跌穿的位置 還是有機會向上,因為它可能只不過是 這裏的1,2,3,4,5,平台浪C 但當然跌穿A這個位置會比較危險 所以這裏跌穿的位置 如果一穿這裏跌穿的話 就算跌穿的位置也會向上 即是後市 這裏跌穿的位置也會比較可靠 所以這裏跌穿的位置也不會太可靠 這裏跌穿的位置也會比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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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它跌穿了,但還是繼續破底 但如果用5小時圖 就沒有那麼敏感 那個 就可能會穩陣 那看這裏會不會跌穿 因為如果這條趨勢線能夠跌穿到 應該會上得快 應該會跌穿到的話 就會開始 升得快一點 看看這裏是Patreon分享的圖 周線圖 講到上星期是收了在 1比0.382的比例以上 所以今個星期 就是這個延長 來的 看看 是拿著這裏的跌落 跟這裏的跌落比較 跟這裏的跌落比較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MACD浪 那就是講到 如果看今個星期 因為上星期 都是收了在 1比0.382 以上 所以今個星期有機會下去也好 那就是 有支持的 這個比例以下 但是今個星期就要看它收到哪裏 如果收到 19966 以上 應該有機會 下個星期就去 21000那些位 應該說 那就是 1911000那些位 所以這個是要看回 今個星期收市才知道 那就看看 那就看看 那看一下 上證指數的走勢 看到上證指數就是 拉緊揚竹的 自從它站穩了5MACD 自從它站穩了5MACD 都在拉緊揚竹 那看到 現在就像是在走 2浪圈了 會走3浪的1 有機會是 3浪的1 可能又去回 大概前面這裏 因為這裏是阻力位 可能3浪1就去到這裏 看看會不會站穩 那我可能會回一下 那我可能會回一下 這樣上的 應該是 那就看看 看看道指的走勢 那看看道指的4小時 那看到他這裏是走過 調整浪之後 那可能這個是 3 這個可能是4 那這裏可能是5的 但是這裏可能是 某個級別的345 那所以他可以 升上5浪 回調完再上 那 就看看他這裏 就是昨晚升上去的浪 那我看到小時圖 那首先他這裏做了個 做了個 這支打勾 1 2 3 4 5 那這裏 那這裏是回套 那這裏是2 然後3 就應該是去到這裏 那這裏 然後4 5 那這樣 走完五個浪之後 就會做回套 那這個浪 就是這個浪 對應的回套 就是調整回這個先浪 那應該調整完之後 再上去 再上去 那這裏 就是升五浪 調整 再上去 再升五浪 再調整 再上去 就是現在的走勢 就像這樣 可以看到 那一日線都站穩了 那一條 144 WA 看看那 看看它 233 在那裏 可以看到233 那二三三 337 那些位 那就是現在 他都向 337 那些位 走 那 周線方面也是在向33,400那條34m,即是左力位方面也是33,400至33,700 看一看納子的走勢,看看納子的日線圖,看到它是站穩144mA,但由於這兩條mA是比較大的數值,所以未必站穩就立刻上去,可能會在這兩條mA中間反覆一下 或者現在回落一點點再上去,也可以 看看日線圖的位置,拿回1,2浪去量,看到它又到了1.618,並不穩,這裡又有一點危險,它現在有可能會走4浪出來 然後再上去5,有機會是這樣的,即是它現在正在調整,然後要突破這個調整浪 譬如說它調整浪,現在看到在這裏開始是下調整浪,它看到反彈也是受制這裏的mA,那條34mA這樣 所以應該要先走均勻才可以了,要站穩就要走3浪 goes去,如果可以夾上去,它應該是繼續再到位置 否則應該要讓它繼續進行中間,即是進行中間,這樣去試一次用的 organized 如果不設定,並不設定,希望它可以再進行中間 15分钟图有个疑似下跌5浪 1,2,3,4,5 所以这里有机会跌穿 这里是A,B 这里跌穿 这里是C 走完C 再上 所以暂时看下来,这位置会跌穿 即是调整浪就像这样 再上 看看黄金的走势 看看黄金的日线图 看到它是走出一个五浪的结构 它应该都需要做回这个升幅的调整 所以这里应该就会有一个 A,B,C 再上去 再上去 这个 即是有一层C 这层要跌下去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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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1737 那些位置 回回一半 再上去 这层C 可能是A 即是A,B,C 就是一个大的B浪 这样 看看原油的走势 月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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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D 都上得高 快慢线 好像有一个修宅 这里也有可能完到一个星浪 這裏已經走了5個浪,1,2,3,4,5 接著他應該會做調整浪,通常都調整一半 暫時是比較利淡的,比較利淡的看一看他如果根據月線的量度,下個位可以去到哪裏 看到根據月線圖的波幅,即是根據星幅的Retracement,下個位就要去到82元 因為他收了在0.236下面,有機會去0.382 周線圖看一看 周線圖他跌了第22個 周線圖他跌了第22個星期,如果他今個星期生效,應該是要收羊竹 下個星期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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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落的那條MA,都有這樣可能 這個時間周期只能說是大機會收羊竹,收完羊竹之後下個星期也可能繼續回落下跌勢 因為看到他收了在55Mbps下面,所以後市也有機會去賣89Mbps 看到是78Mbps,可能是79Mbps 剛剛也量了月線圖看下個位是82Mbps 去這條MA之前也有82Mbps的支持位,大概在這裏 看看這裏開始跌下來的跌浪 這裏有可能是5浪的失敗5浪,所以他高不過3浪 開始A浪,A浪就是1,2,3,4,5這樣走的 所以現在就去看看4到5的位置 由4到5的位置,就是這裏 就可以在4浪 不過仍然開始很明顯 4浪不应同一浪重叠,所以仍在4浪的阶段,现在应该要出5浪 如果它收在这条MA上,可能会出现变数,因为它看到是兽制的,这条是34MA,4小时图 现在无收在上面,所以有机会出5浪,下跌5浪 5浪就会跌穿前面的低位 跌穿前面的低位,可能会见85.66,之前计算的那些位 85.66,大概在这里,这样 看看美元指数,看看美元指数日线图,它是做了STC4差的,这点都比较理淡 不过,金叉度也有机会反弹,只不过,金叉度也有机会反弹 那也是,手制住那条21MA,看到,也是手制住这条21MA 不过,这里也有机会比较刷的,大家会有机会反弹 这条21MA,可以放置下跌三浪,然后被一下下跌三浪 这条1内的内的反弹,下跌三浪的1,2 你看下跌三浪的1,2,3,4,5,加上3,4,5 美元指數都是看淡的 看到它是準備做死叉 也看到紅色的位置出了 這裡是有上升動力下降的訊號 這裡是有背池和頂背池 這裡是一個規模比較大的調整浪 因為它是滯厚的所以只不過是死叉確認 但如果它的調整浪是大的話 其實死叉之後就會繼續下去 看到周線圖已經上了很久 上了一陣 上第二陣 通常MACD上兩陣之後死叉 就會有機會下水線 看到跟水線很遠 所以這點都是利淡的美元指數 日線方面可以先看下面這條MACD 就是這條MACD 104.4 如果它真的在走下跌三浪應該會跌得多 那它還要是下跌三浪裡面的三指浪 所以都會跌得急 如果數對浪就是這樣 還有它這條MACD死叉 通常會跌小會加劇 那今天這條片又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Like還沒訂閱Youtube 可以訂閱回 亦都歡迎Share給朋友看 亦都可以考慮加入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